第311章 蓝旗无疑是月下老人 雪原白昼淡淡的阳光从天际云缝中洒落 在风雪中纵横交错 似冬日随意地涂抹 给了冰寒世界一抹微妙的温度 摇曳的雪花在空气中自由自在地舞动 它们飘然而下 落在白雪挨挨的地面 或者被风吹起 进行着不停地旋转 在这风雪之中 两人非常贴心地陪着夏亚 返回先前的雪原上 捡回了丢失的行李 夏亚在面前带路 而两人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面 哎呀 真冷啊 蓝旗走到雪原旷野上之后 还是不禁感叹道 才这点温度就不行了吗 西德略有些嘲讽意味地瞧了瞧她 你为什么不怕冷 宁宁你也是四见 哎呀 真冷啊 磅毒 除了两人时不时的话音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无比安详 即使一直有着被风掀起的雪花 产生的沙沙 声 但这份持续的杂音 就是这片雪原的呼吸声 数分钟后 三人终于找到了夏亚 先前丢下行李箱的位置 开始帮她收减了起来 几乎只有一些衣物 少量书籍和小型磨岛器物件 当然还有一份和兰奇西德手里相似的地图册 记录着普罗托斯帝国北边的地势环境 进入北部管制区以后 正北边有三个行省 和子山行省是交通要地 而距离和子山行省不太远 以几座大型城邦为主的雪原行省 秦斯顿城便是其中之一 在往北很远一段距离 就是北边境行省 他们现在 目前就正处在刚刚脱离和子山行省 抵达雪原行省的地界内了 谢谢二位 给你们添麻烦了 夏亚再度向两人致意 对于自己先前的落荒而逃 也感到更加羞愧 没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该做的 兰奇微微抬手 说道 夏亚一时感觉自己 该居的功更深了 而且他不禁深思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学长学姐 都是这么友好的吗 他原本听说 那所学院争斗无比激烈 人心冷漠无情 难道是时代变了 困惑间 夏亚想了想 抬起头后提着箱子 叹息般地呼出了一口白雾 两位学长学姐 如果是做选修课题的话 最好还是 不要再往北了 在秦斯顿城等铁路修好了 就直接返回帝都赫尔罗姆吧 他忠心地劝告道 并迈开了脚步 也许只是我个人浅显的判断 不仅现在北部相隔较近的这几座城邦之间 有着明争暗斗 行省治安极差 前些天帝都赫尔罗姆来的调查组 似乎就是为了调查 与更北边相关的某项动乱 这两人想必是从帝都一路直达北边 没有像他这般 一开始还指望着交通能恢复 在北部停留了数些天 更北边怎么样了 蓝旗先前在和子山行省的 严石交汇列车站 也听到过帝国军尚尉告诉他这件事 但尚尉明显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可能只有雪原行省几座城邦的领主才知道 不过哪怕 不管这件事 北边也越来越危险 夏亚摇了摇头 与蓝旗西德往北边秦司顿城的方向 安稳地行走着 除了流民变多 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 许多在城邦得不到救济的人 都主动或是被迫加入了北部的犯罪组织 幽灵党 刚才那几个匪徒 应该就是幽灵党的外部人员 蓝旗文言脚步平稳 但沉思着 他记得 那几个匪徒的尸体上 都有着章鱼型的文章或戒指 恐怕就是幽灵党的信物 他们怎么那么猖獗 蓝旗在后方的风雪中问道 帝国军没有余力来 专门剿灭他们 而雪原行省的几位领主也不合 在出力分配上谈不拢 迟迟没有改善外部治安的意思 夏亚也是一副身不由己的无奈感 亲身来到了北部之后 他终于确信 帝国南边再怎么说 治安也好太多了 这样啊 蓝旗至此 也明白了雪原行省的情况 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烂摊子 大家都不愿意管 一起遭罪 反而是最公平的 寂灭分支的北部主力 都在西北行省与帝国军为伍 如果要帮雪原行省的贵族们剿匪 也许能够为寂灭主教阿斯克桑 获得不少声望 但这毫无疑问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贵族们会全权把工作 推给寂灭教师们 就算短期内能成功 也会折损不少大教士 大教士们都不愿意做这个事 而阿斯克桑据说 本人在镇守北边境行省 与北部诸国对峙 具体的行踪 因为信息流通缓制 也无法确定他在哪 你应该是南方人吧 为什么要来北边 先前在帮夏亚捡行李的时候 兰奇和西德 就能确定他是哪里的人了 而且 即使看他的打扮 也能看出来 像是很多件南方用的东装 叠在了一起的感觉 我虽然名义上 是南方伯爵家的长男 但实际贫困潦倒 是来入赘秦斯顿家族的 也不知道我的未婚妻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据说他相当优秀 跳过预科直接入学 对他来说都轻轻松松 夏亚低着头聂如 显得很不好意思 给两人讲述着自己的真实情况 兰奇和西德对视一眼 顿时懂了 家里有爵位 但是没有钱 那么入赘一个 有点实力的边境贵族家 也不错 你不担心来到了北边之后 会生活不习惯吗 或者北方的贵族 对你很恶恋 西德难得开口询问 我在小时候 其实在帝都赫尔罗姆 遇到过一个女孩 她据说就是北方的贵族 却无比聪慧优雅 知书达理 带着迷路的我找到了父亲 夏亚就像回忆起了什么 神色变得 有些舒缓地说道 她对北方的贵族没有偏见 甚至有着比较好的印象 或者说 其实哪里都有好人 哪里都有坏人 不该以偏概全 也许正是那之后 她才潜移默化地 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不想再让家族一代代 像她父亲那样 再堕落下去了 所以 她会是你的未婚妻丽丽丝 秦斯顿小姐吗 兰奇冷不丁地补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 下压愣了愣 发现了话点 回头看着兰奇 我当然知道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每个学生的名字 包括还未入学的合格生 兰奇认真地解释道 学校里有什么人会记住 所有学生的信息 总有种有点恐怖的感觉 就像在学校里犯了什么错 都会被她抓住一样 我不知道 十年过去了 现在我也不记得那个女孩的样子了 只记得 她有着亮眼的橘红色长发 现在一定成为了一位聪慧的淑女 夏亚只能摇着脑袋回答 兰奇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见证那种 少男少女们的恋爱故事呢 西德边走边感叹 真的吗 你知道我最擅长的 就是帮人牵红线吗 兰奇一下子来劲了 连话音都振奋了不少 像已经迫不及待 要给西德露两手的样子了 你说这个 她可就不困了 这样吧 你雇佣我们两个 价格不贵 就按四街的保镖即可 到了林主府 总该有点跟着来的管家或侍从吧 不然也太寒酸了 兰奇当即对夏亚提议 可我 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你们 夏亚先是惊喜 随即神色又推了下来 这是一笔相当优厚的交易 确实两人看起来就很不凡 和他站在一起 都要分不清 到底谁是少爷小姐了 可他没有钱 可以收账 到时候通过汇款 打到我和他在帝都的账户上就行了 兰奇瞄了眼西德 西德轻轻耸肩 显然也没意见 他现在就是四街 那么雇佣费按照四街来即可 他只是觉得 这个人的忽悠太过行云流水 甚至看起来就像是真诚的 翠绿眼眸里的那种眼神 就像在告诉着对方 他会相信你 让你也很想相信他的感觉 于是他们俩就这么自然而然地 拥有了一个能跟着混进林主府的身份 听着兰奇的计划通 影子里的猫老板只感觉一阵恶寒 当初认识兰奇的契机 就是听他说他 擅长帮别人结缘 然而结果 他回想起在椅子上 泣不成声的洛伦 而自己却因为轻信了兰奇 没能拯救那位高级的大神官 以至于后来 他都不敢乱去伊克里特学院 害怕遇到大神官 被误认成兰奇的帮凶 如今 兰奇又觉得他是恋爱大师了 你快住手你这个混蛋 不要去污染年轻人的恋爱喜剧喵 本章完 第312章 没有人比兰奇更懂恋爱 当天下午 天色带着一种冰蓝和淡彩的交融 将这片天空 渲染得如同冰裂的琉璃屏风 柔和又略显冷清的自然光 在这纯白世界里 被雪地反射得无比模糊 三道身影冒着风雪 终于在雪原的尽头 看到了一座城邦的轮廓 夏亚 你不愧是暗杀者家族的传承者 当起赤后来 也是专业的 要是没有你 我们恐怕天黑也找不到秦斯顿城 兰奇咧嘴对夏亚夸奖道 夏亚颇为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 他好久没有听到过 这么真心的夸奖了 一般别人提他的家族 都是在嘲笑他 而这个人却不一样 你只字未提我 却好像句句不离 西德在一旁嘀咕道 啊 什么意思啊 蓝奇俯了俯 被寒霜冻得略有些麻木的脸颊 眼神困惑不解地 看向西德问道 没什么 有时候好感度是直接扣的 不需要带提醒服务 在风雪和男女的话音声中 他们逐渐走到了城邦的管口下 广袤雪原上 周围尽是茫茫白雪覆盖的大地 刺骨的寒风时不时吹过 将雪花卷起 像是细细唐霜在空中飘舞 这是秦斯顿城的南边界 城墙高耸 由金属和长时间冻结的泥土铸成 宛如雪原上的钢铁峡谷 挡住了寒风和外界的所有危险 城邦的大门由厚重的魔戒钢木制成 边缘装饰着冷铁 上面雕刻有秦斯顿城的图腾和魔法符印 洁洁的内侧 两排军卫手持武器 身披铠甲 头盔上的橙红羽毛 在寒风中轻轻飘动 军卫们的视线 顿时因为三人的靠近而被吸引 转向了雪原远处 三人放慢速度 穿过最后这段无影雪地 提前拿出身份证明走到城门前 并隔着节界短暂打开的通道 将其递交给了军卫中为首的骑士队长 骑士队长认真检查一番之后 静止注视向了夏亚 夏亚 坎迪斯伯爵公子 欢迎您来到我们秦斯顿城 还请您和您的朋友先进城稍等 我为您联络林主府 骑士队长发现 蓝旗和西德的身份信息 是帝都赫尔罗姆来的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学生 也不好多推测 他们和夏亚的关系 便把他们当作了夏亚的陪同朋友 城门缓缓打开 铁链和木梁 发出沉闷的响声 城内的喧嚣 瞬间充斥在他们耳边 景象也逐渐展现在了他们眼前 再也不是一望无际的雪地 远处青石板铺城的街道上 时不时有行人穿梭 住宅间飘起吹烟 以及正在准备着的晚餐香味 似乎还有小孩子们 嬉戏打雪仗 接下来便是一段时间的等待 没有在城邦入口处等候太久 一辆迎接他们的马车 就奔向了他们不远处的 矿地广场上停下 一个穿着古典黑色礼服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袖口和领口都袖有金色的花纹 手里拿着一个蜡蜂的信件 他的步履沉稳 却又迅速地来到了三人的面前 下来公子 还有两位贵客 我是领主府的管家 他微微鞠躬 声音带着尊重 领主来闻 秦斯顿子爵 已得知你们的到来 派我来接待 他身手只是三人跟随他 远处那辆客有秦斯顿家族文章的精美马车 车身用深红的绸缎覆盖 车窗用薄薄的绣花窗帘挡住 管家打开马车的门 里面是瘦皮坐垫和精致的雕花木制扶手 请上车 管家微微一笑 那是一种适度的服务于大人物的稳重 三人对视一眼 随管家登上了马车 马车开动前 请问 来文 秦斯顿子爵是有重要的事情 在忙吗 希德对管家问道 是的 本来应该由自爵大人和小姐来迎接下亚公子 但是现在林主府还有贵客 他们暂时走不开 只能派我来先接待你们回去 非常抱歉 管家致歉道 希德点头 看来自爵并不是故意倾待下亚 按照普罗托斯帝国的贵族礼仪 哪怕有着婚约的伯爵公子下亚 因为交通问题 在一个没有预定好的时间抵达 也应该由来文 秦斯顿子爵或小姐 亲自来接待才对 隆隆声划过 马车的车轮在厚厚的雪地上 留下深深的车辙 寒风吹过 马车内部却十分温暖 三人靠在软垫上 下亚看起来有点拘谨 但兰奇和希德反倒是很自如 一时间有点分不清 到底谁是少爷 看着忐忑不安 温和中带着一丝软弱的亚麻发色青年 兰奇拍了拍坐在对面的下亚的肩膀 挺起胸膛 莉莉斯 秦斯顿小姐 应该会更喜欢强势一点的男生 可是 我本就是来入赘秦斯顿家族的 他们应该也会更希望 女婿是一个安分一点的人吧 莉莉斯 秦斯顿本身的战斗职业就是刺客 而且在入学报告上 有记录 她在考试中的表现相当凶狠 你作为帝国有名的暗杀者世家后裔 一定能与她合得来 兰奇已然开始了对夏亚的指导 夏亚看着兰奇 眉头间写满了困惑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可我现在大概更偏向于文职 如果是帮他们家的商会工作 我也许会有些用处 家族的记忆虽然我都有学到 但没怎么用于实战 夏亚很不自信地说道 这样啊 兰奇妈撒着下巴思考了起来 喵喵喵 你不要听她的了 一阵愤怒的声音从地下传出 伴随着一道黑色的影子 小黑猫蹦上座椅爬到兰奇的肩头 对着一旁的夏亚说道 少年少女之间的恋爱 讲究一个细腻和水稻渠成 这家伙只要插手 温馨的故事全部会变成 和她玩坏的鬼影世界一样 恋爱是不需要暴力超车 和强效焊接的 她义愤填膺地指责着兰奇 气得呼呼直叫 半天都没缓过气来 哦 小黑猫你终于出来了 希德颇有些兴致地 看向兰奇肩膀 下一秒 猫老板就像畏缩了似的 啪哒啪哒地绕到了兰奇 另一边的肩上 离希德远了一点 瑟瑟发抖 夏亚惊讶地看着这只精灵猫 就连这只猫也比它强 竟然足足有着 接近四节的水平 你是不是觉得 我只有三节秒 猫老板似乎是看出了 夏亚的想法 严厉地盯着他问道 他们都会精灵语地念动力魔法 本身之间有点亲切感 难道 你其实是四节 夏亚难以置信地问 猫老板沉默了一阵子 选择绕开这个话题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好了 少年 你就自然而然地去接触莉莉丝小姐 如果你们是有缘人 终究会两情相悦 千万不要听他的恋爱指导 这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教练 他的爱更是大有问题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夏亚道 啊 夏亚看着小黑猫 又看向蓝旗 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该姓谁了 他们都很真诚 是打足了心意地想为自己好 这一点绝对没错 哪怕从眼神都可以看出来 于是夏亚陷入了无比的纠结 做不出判断 就这样三人一猫间安静了一阵子 可我觉得麦卡锡说的挺有道理啊 比如说我也会青睐于比我还强大的男生 西德在一旁想了想 发表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评价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小黑猫会把蓝旗的恋爱指导贬低成那样 没什么问题啊 蓝旗怜悯地看了西德一眼 又一个嫁不出去的 你刚才看我一眼是什么意思 西德问道 他现在已经发现了 他的圣子一般不会说任何有失礼貌的话 但他往往把一切都写在了微妙的表情里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鄙视 靠好感度吧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呢 蓝旗脸上挂着的 是看淡了一切的无奈笑意 西德笑着摇头 没告诉蓝旗会扣多少好感度 一旁 喵 所以说夏亚 你真的要听这个绿茶教你关于恋爱的事吗 猫老板望了望夏亚 问道 可洛奇先生不是和西德小姐相处得挺好吗 夏亚困惑地问猫老板 他觉得洛奇学长一点也不差 明明是个温良的好青年啊 喵 猫老板歪了歪脑袋 蓝旗和霸天主教 他们相处得很协调吗 他一直觉得这两个人无论是身份实力年龄还是性格都很不大 但夏亚这么一说 他又发现这俩人相处得有种意外的合理感 等等 如果把蓝旗和西格利德的性别换一下 什么绿茶少女和霸道总裁 还有一张美码完 估计十一点左右才能写完 本章完 第三百一十三章 蓝旗校长的冒充者 临主府的马车穿行在地势起伏的城邦道路上 远处 教堂的尖顶塔楼钟声刺破了这个下午的宁静 高耸的钟楼时针缓缓移动 时而敲响 提醒着城民时间的流转 遥遥望去 城邦外的山脉直通天际 巨大冰雕般的山风 被下午的阳光染成淡淡的金色 宛如城邦的守护者 静静守望着这片土地 经过不到半小时的行驶 他们已经快要抵达林主府了 管家先生说 他们作为夏亚公子的朋友 林主府也会为他们提供客房 所以他们不用专门在秦斯顿城找旅馆 车厢里现在多了一只小黑猫 他向在兰奇的肩头和背后玩捉迷藏 尽管猫老板爬来爬去动个不停 兰奇还是望着窗外的景色陷入了沉思 这一趟北部之旅的开头 还是非常顺利的 主要的目标 是去北边境行省调查一番 那些魔王军特种杀戮部队 是怎么回事 也只有挖出些许大料 才有可能把克罗利斯公爵小姐头上的倒计师给停下来 这是一项克罗利斯的委托 也是一项协议 只要保住他 他们公爵家族就会成为兰奇的长期助力 对兰奇往帝国上层更进一步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虽然成为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代理校长 已经算得上一番成就 但想要震撼修伯利安还远远不够 本身这个校长职位 对他的帝国之旅就没什么帮助 也不能让他玩得更加开心 更加安逸 自己还需努力 一定要站在最显眼的地方等他回来 那么眼下就出现了一条线索 帝都还有一个早一步前去北边的调查组 连他和克罗利斯都不知道 这个调查组是要去查什么 而这个情报 目前只有雪原行省的几位领主知道 由于事关重大 若不是非常亲近的人 他们也大概不会透露 尽管兰奇有几个领主可选 每个都可以想办法套出情报 但眼下最近的就是莱文 情思顿子绝了 伴随着兰奇的思绪 马车缓缓地穿越城邦的中心 经过错综复杂的石板小巷 最终到达了领主府的外围 一道巨大的铁制大门 两旁镶嵌着青铜的樱头图案 高墙上爬满了风雪中坚韧的长青藤 即便在这冰冷的冬日 也展现着生命的顽强 马车停下 等到三人走下马车 管家已经站在门口等待 他向三人点了点头 微微弯腰 示意他们请进 穿过花园 他们目光所及 是一座巍峨的宅邸 深灰石墙与白雪形成鲜明的对比 几扇大型落地窗 用厚重的木雕制成 玻璃上隐约可以看到 房屋里深褐色调的装潢 管家先是打开一扇雕花的双门 后面是一座宽敞的大堂 地面铺着细致的马赛克彩砖 墙壁上挂着束缚风景与肖像油画 天花板挂着的巨大水晶吊灯 光线透过其间 洒在古典风格编织的地毯上 三人在管家的引领下 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等待领主的到来 四周 深红色的窗帘几乎触地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座金色的烛台 烛火摇曳 发出微弱的光芒 中央的大型火炉 炉火阵望 他所散发的温暖与光线 都让这个厅堂显得尤为舒适 还请三位稍等 领主和小姐很快就会过来 管家示意侍从招待他们 并向他们再度行礼 然后就告退了 寂静充斥了大堂一段时间 三人所坐的宽大沙发上嵌有金边 靠垫上绣有秦斯顿 领主家族的家徽 一个金色的盾牌 上面镶嵌着绿宝石与红宝石 下方则是家族的座友名 几张赫目制成的茶几上 摆着精致的瓷器与银器 入座后 蓝旗和夏亚都只是静坐着 而西德已经悠然品起了茶 话说到底是什么贵客 你可是来闻 秦斯顿子爵未来的女婿 而且再怎么说也是个伯爵公子 她说道 莉莉丝小姐是否会同意这项婚约 还说不定 夏亚连忙回答道 据说莱文 秦斯顿子爵忠于亡妻 多年来都不肯再娶 唯有莉丽丝一个独苗 对莱文 秦斯顿子爵来说 夏亚自然是一个她看中的女婿人选 但如果莉丽丝不喜欢 那莱文 秦斯顿子爵也不会抢求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 有我在 只要是有缘人 就不会错过 兰奇俯着猫老板的脊背 温柔地说道 猫老板顿时一阵寒战 这句话换谁来说 她听了都会很感动 唯独兰奇说的 她不敢动 大约又过了几分钟 会客厅大堂的上方 传来了些许脚步声 伴随着交谈的话音 从悬空环绕的楼梯间走下了几道身影 一共五道身影 三位叫年长的男性走在前面 年轻的男女 无声走在后方 不好意思了 布莱克 我今天还有客人要接待 为首的宅邸主人来文 秦斯顿子爵 面露苦恼的神色 似乎想尽快 把身旁的另一名贵族中年男人 送走 今天的来客 其实是与他们相邻城邦波恩城的领主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坎迪斯家族的墨翼 正好让我也见见 来文 秦斯顿子爵一旁的贵族中年男子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妈撒着小木纸上的戒指 略微笑道 他们两个的身旁 还有着一位副手而行的 深色西装男人 看起来大约三十岁上下 即使一言不发 也散发着威严而高贵的气场 至于逐渐显露出身影 跟在来文 秦斯顿子爵身后的大小姐 她身穿着浅色的礼服 如冰雕美人一般 慢慢走下 一瞬间 就夺走了大唐一层静坐着的 夏亚的目光 一睹环宇 五阶闪耀 那橘红色的长发 和碧蓝的眼眸 正如夏亚和兰奇希德所描述的那般 然而 莉莉丝小姐 只是短暂地注视了夏亚片刻 便将目光移开了 就像根本没有认出她一般 又或者是早已忘了小时候 在帝都赫尔罗姆那短暂的相遇 来文 秦斯顿子爵 显然发现了夏亚 也注意到了女儿莉莉丝的态度 只能对夏亚 投来短暂的致歉眼神 便再度与身边之人聊了起来 在梅奇教授的指导下 我家小子进步神速 如果把莉莉丝小姐 也请到我们波恩城 一起接受梅奇教授的指导 会对以后 在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竞争 有着决定性益处 妈撒着戒指的贵族中年男人 布莱克 波恩子爵笑了笑 说道 这 来文 秦斯顿子爵 面露难色 他其实不想和布莱克 波恩子爵 在这方面交往过深 对方多次都表露过 想让莉莉丝小姐 嫁入他们家的义 来文 秦斯顿子爵 都敷衍过去了 可显然 这一次 对方是有备而来 来文子爵 也不愿意得罪那位 被称为梅奇教授的 身色西装男人 普罗托斯皇家学院 有着残酷的末尾淘汰制 而优秀的学生 更是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 不过相信你也知道 哪怕是实习学生 也要对学校里 几位最资深的高级教授 里让三分 这位恰巧来我们 学院行程考察的梅奇教授 正是处于学院顶端的大人物 你难道信不过他吗 见到来文 秦斯顿子爵的迟疑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又笑着补充了一句 远处 逐渐听清他们的对话内容 沙发上西德和兰奇都愣住了 西德略有些鄙夷地 看了眼兰奇 他是领导 那你是谁 本章完 第314章 兰奇和西德 一看就是插声 会客大厅的一侧 楼梯有浅褐色的石阶盘绕而上 在其间 几位身着礼服的贵族 正缓缓走下 他们身上的袖带与衣摆 随着步伐轻晃 随着行进 低沉而富有节奏的脚步声 与他们见的谈话声 也随之荡漾而下 虽然音量并不大 但在大厅这般空旷的空间内 每一句话 都似乎有了特别的回音 与之相比 大唐中央的沙发区 则是格外安静 金色烛台上的烛火摇曳 除了壁炉里木柴燃烧的琵琶声 三人坐在沙发上 不语 只是静静地等待 仿佛被划分出了两个世界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不是已经没有恶行竞争了吗 坐在一层 大唐沙发上的下亚 困惑地向蓝琪和西德低声问道 他一路上听两位学长学姐的闲谈 就得知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最近可能变革很大 风气都截然不同了 这位可是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领导 容不得你们无礼 远处台阶上波恩城的领主布莱克 波恩子爵 突然向察觉到了什么 侧过身 呵斥大唐中央沙发上 坐着的三位年轻人道 抱 抱歉 夏亚被吓得一颤 连忙低下头 并眼神闪躲 他没想到 这声音还是被那贵族中年男人 布莱克 波恩子爵 敏锐地听到了 就像他 本就有在关注着大唐一层的这边 而在两位中年子爵的身后 台阶上 莉莉丝稍微多注视了夏亚片刻 短暂的视线 让夏亚更加难堪了 你作何感想 西德不为所动 更有兴趣地和兰奇对视着 没想到 竟然真有人打着信息之后的这个时间差 跑到雪原行省来招摇撞骗 假如 有人冒充霸天主教 你又作何感想 兰奇也注视着西德的紫色眼瞳 手上一如既往地揉着猫老板 他们两个一路上已经大声密谋惯了 就算明着提到霸天主教西格利德 也没人会信 他们两个和霸天主教有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 一般人还真揭穿不了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冒牌货 毕竟就连学生 也不会多了解学院的内部信息 而低年级生 几乎没机会接触到学院里那些高级教授 不像西德可以用拳头阐述一切道理 一旁的夏亚心乱如麻 听到两人的对话 完全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远处的几人 还在往楼下一层 慢慢边走边聊着 波恩子爵 这两位是我女婿的朋友 他们都是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学生 可能对学校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来文 秦斯顿子爵打着圆场 为夏亚缓解着尴尬 最近假冒身份混进血缘行省的不在少数 我建议 还是让梅奇教授 查查这对年轻男女的身份 以免隐隆入室了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冷笑着摸了摸自己的两座小胡子 打量着远处夏亚身边莫名多出的二人 然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身边的梅奇教授一眼 对于想要影响他们话语权威的人 宁可错杀 也不会放过 不必了 我们城邦核实过他们俩的身份 证件上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魔力刚硬 是无法伪造的 来文 秦斯顿子爵 有些坚决地抬手反对道 魔力本就是一种信息 每个人的魔力天生不同 而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刚硬 源于百年前建校时 富兰克林大帝留下的魔导器张印 哪怕是帝国大贤者伊西斯 也无法将其仿造出来 我倒是觉得有必要检查一下 检查学生的课业情况和身份信息 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然而 梅奇教授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的声音沉厚 满是领导者的威严与责任感 来文 秦斯顿子爵文言 只能无奈地松弛下肩膀 止住了话语 哪怕他想与两位年轻人交好 在维护他们 也只限于制衡布莱克 波恩子爵的态度 不好干涉梅奇教授自己的意思 毕竟 这是他们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自己内部的事 梅奇的步伐 还是那般不急不缓 走下了台阶 来到大唐的一层 他眉宇间带着一丝哀愁 又像强者时常有的寂寞 直到来到了三人的不远处 拿出你们的学生证件 诺 希德倒也不在意 拿了出来 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年级女生 不知道什么真假校长内幕 兰奇微微笑了笑 接过希德手上的证件 将他的和自己的一起递了过去 梅奇淡默地接过 侧目简单地 看着上面的信息 你多少学分 希德超小声地问兰奇 四十 你呢 兰奇也小声回答道 他自己的学分 还是习多副教授 每天发给他的 从周二到周五 一共发了四天 我还剩六十 比你厉害多了 希德可是空分高手 两人的对话 让夏亚眼角直抽 而梅奇教授的脸色 很快就阴沉了下来 要知道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刚入学不久的预科生努努力 都可以有上百学分 这两人倒好 加起来才一百点 好像还怪骄傲的 看起来也不是刚入学的学生 夏亚要不是见过希德的身手 恐怕现在都要怀疑 他们两个是不是整个年级的吊车尾了 梅奇教授 记住咱的名字了吗 特别是他的 希德指着身旁的兰奇 对梅奇问道 我不会记住插声的名字 梅奇冷哼了一声 把他们两个的证件 扔回了他们手上 感觉这两个学生是在愚弄他 浪费他的时间 话音落下 梅奇便转身离去 在远处助立着的布莱克 波恩教授文言 也只是审笑着摇头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自然便没了再交流的必要 在那所帝国最为严酷 也是教育资源最为优厚的学校里 差生的地位甚至不如狗 就算身份是真实的 也没有什么威胁与价值 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会待在下压那种 无能的落魄贵族身边 定然不会是什么优秀的学生 亏莱文 秦斯顿子爵 刚才还差点把他们当个宝 莱文老兄 你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了 真是让人担忧 你给莉莉丝找的女婿 要知道 到时候莉莉丝去了学院 没用的家伙 不仅帮不上他的忙 反而可能会像垃圾一样沾上他 甩都甩不掉 布莱克 波恩子爵拍了拍莱文 秦斯顿子爵的肩膀 感叹道 也不知道 他到底 是在讽刺寒酸的夏亚 还是在讽刺他捡来的两个护卫 你要是真心为莉莉丝好 还是多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我家的儿子迪恩也不差 应该让他们两个 有前途的年轻人 多交往一下 他能借此机会 获得梅奇教授的看好 也说不定了 布莱克 波恩子爵 继续对莱文 秦斯顿子爵说着 至此 他已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了 本章完 第315章 好消息是 兰奇记住了 修伯利安的话 我的女儿已有婚约 我不想让她在旅行婚约的前夕 离开秦斯顿城 莱文 秦斯顿子爵 捏了捏眉心 回答道 几道身影 站在会客厅的入口处交谈着 并没有要在这个会客厅里 详谈的意思 莱文 秦斯顿子爵 本就是要将波恩城的莱克送别 婚约也是可以解除的吗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就像听不出来文 秦斯顿子爵的推托之意 或者 他本就不在乎对方的态度 算了不说了 如果你不相信梅奇教授的教育水平 觉得他对莉莉斯 也起不了什么帮助 我多说也无意 其他几座城邦 可是有不少权贵排着队来求见梅奇教授 而我给足了你面子 可惜你不领情 布莱克 波恩子爵 扼腕叹息 并非是这个意思 我很敬重 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的教育者 莱文 秦斯顿子爵 忍住心中的不耐与烦躁 瞄了一眼梅奇教授 说道 帝国这个非常时期 雪原行省 反而被前后的北边境行省 和和子山行省 隔绝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 现在不仅通讯和交通都成问题 还有着幽灵党的威胁 如果某几个城邦联合起来 排挤一个城邦 就会相当要命 可能会导致成为幽灵党的集火目标 在无法向其他行省 或临近几个城邦求援的情况下 遭到覆灭 都不是没有可能 而显然 其他几个城邦的不少权贵 都在极力讨好 这位叫梅奇的教授 希望未来能够在普罗托斯皇家魔法学院 得到照福 与梅奇交好的波恩子爵 现在显然已经逐渐成了 诸多权贵间的执扭二者 虽然莱文 秦斯顿子爵 也对梅奇教授的虚实抱有质疑 但是不敢乱揣测 或者说 其实到现在为止 波恩子爵占据了一个 被许多权贵拥护的地位后 已经无关梅奇 到底是真是假了 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阳谋 谁敢对站在高地位的波恩子爵 提出质疑 波恩就会以最快的速度 集中其他力量 把那人解决掉 莉莉丝 不用担心 梅奇教授现在是我的老师 不会为难你的 布莱克 波恩子爵身后的英俊高挑青年 也就是那位狄恩 波恩子爵公子 对莉莉丝宽慰道 莉莉丝没有做什么表态 冰冷的样子 就像不会对任何人 表露心迹一般 只是在等待着 莉莉丝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莱文 秦斯顿子爵 回头看着女儿 问道 他总觉得 自己的女儿 像在等待着谁似的 却难以让人猜透她的心思 我不会嫁给比我弱的人 他声音淡默地说道 顿时 在他身旁的迪恩 波恩子爵公子 面露喜色 还有意无意地笑着 看了远处沙发上的夏亚一眼 经过梅奇教授的指导 现在我说不定 真的比莉莉丝小姐更强哦 迪恩 波恩子爵公子 向莉莉丝优雅的行李道 像在邀请她鄙视一番 想以此 躋身与她的婚约者之位 这让夏亚终于站起了身 她想说什么 却又不想让莱文 秦斯顿子爵 难堪而忍住了 尽管夏亚是南方的贵族 可她也早有听说过 这位迪恩 波恩少爷的名声并不好 是个典型的花花大少 有传言说 她糟蹋过不少平民少女 但都被她有权势的老爹摆平了 夏亚不会根据听闻定性一个人 只会通过自己的感知 和眼睛捕捉到的一切来判断 刚才迪恩 波恩看向莉莉丝的眼神 虽然装作很深情 实际上注意到西德的一瞬间 又难以遏制地眼馋了起来 这一切都被夏亚敏锐地注意到了 哦 夏亚 坎迪斯 你想说什么吗 布莱克 波恩子爵 再度不怀善意地关注到了夏亚 她轻拍着自己的手腕 笑着打量了这位年轻人片刻 再度开口说道 不如这样 让我的儿子迪恩领教一下 这位坎迪斯家族默奕的厉害 毕竟莉莉丝都说了 她不想嫁给弱者 你应该也需要尊重女儿的意思吧 她其实并不在意 儿子得到莉莉丝以后会怎么对待她 只交代好了 至少在让她生下子嗣之前 不要再出去惹事 布莱克很了解 莱文大概率不会再婚 只要得到了莉莉丝 不光是一种联姻结盟关系 秦斯顿家族早晚相当于也是他们的 三接打二接 恐怕不太合适吧 我觉得 至少要给双方加上一点限制 莱文 秦斯顿子绝沉吟道 若本来就是弱者的问题 还需要谁让着谁吗 梅奇教授冷冷地发话 就像在阐述着他们普罗托斯皇家学院 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的传统 不容质疑 也不容反驳 顿时让莱文 秦斯顿子绝的表情僵了下来 确实 事关莉莉丝小姐幸福的事情 就该奋出个高下 而坎迪斯家族的强大 据说向来都是得在不留余力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出来 如果夏亚先生 真的有着传说中 坎迪斯家族历代家主那般的实力 让他无所顾虑地全力出手 我就算输 也能心服口服 狄恩子绝公子 也从容地微笑着 在一旁打着圆场 恐怕 就这样定了吧 拜者永远不要再来见到我了 没等莱文 秦斯顿子绝再度推脱 莉莉丝已然开口说道 没问题 迪恩面露喜色的一口答应了下来 布莱克 波恩子绝则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向了沙发上 无法插足他们对话的夏亚 他还在沉默不语 略微低着头 像一只在湖边被雨淋湿的诱尸 迷茫 无力 也看不清自己的倒影 其实 不管夏亚答不答应 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了 无非就是主动放弃 和输得难看两个选项 选弃一罢了 夏亚一路远道而来 想必相当疲惫了 现在比也有失公正 至少三天后吧 莱文 秦斯顿子绝无奈的叹息 对夏亚抛去了十分愧疚的目光 只能说是时也命也 在普罗托斯帝国这个时局下 有些缘分 就是会被命运的车轮给碾断 实在不行 就只能给夏亚一些钱 让他返回南边去了 至少不能让他出什么意外 很好 到时候 我会多邀请些行省的贵族们来 见证一番 莱文 你到时候可不要赖账 于是 本就是要离开的几人 再度伴随着客套的话音和脚步声 走出了会客厅 莱丽丝最后看了一眼夏亚 嘴唇轻动 再然后 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这一眼是什么意思 以及用唇语告诉了夏亚什么内容 只剩夏亚呆呆地站在原地 礼妆回眸 一睹难忘 这就是少年少女的恋爱感呀 希德靠在沙发上 饮着血浴酸涩的果茶 看向另一旁的蓝旗说道 嗯 蓝旗只是双手环抱 眉头微皱 心思深沉地点头 猫老板看到蓝旗的状态 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其实是修伯利安早在路途上 就有跟蓝旗反复说过 绝对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恋爱 大多时候 只要当一个看客 静静地守望就好了 哪怕实在觉得 不能坐视不管 也要多请教一下身边的人的意见 他往往也许是正确的 但他不一定是对 所以 回想着修伯利安的话 蓝旗现在陷入了相当的纠结 本章完 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